同学们好,我们这一节课学习《简爱》这部小说 《简爱》,家庭女教师的成长历程 《简爱》是夏楼梯·伯朗特的代表作 也是一部具有自专体色彩的成长小说 1847年出版 小说《问世后》大受欢迎 当年就发行了第二版 此后多次再版和改编 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简爱 在各种模担中不断追求自由与尊严 坚持自我,最终获得独立与幸福的故事 小说通过第一人称 迅速来描述主人公的道德和精神成长历程 这给小说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其中的行为和事件都带有心理色彩 夏洛蒂·伯朗特也因此被称为 第一位记录个体意识的意识学家 小说共38章 最初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 小说的背景是 朝日山市晚期的英格兰北部 故事可分为五个故事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盖茨·海德佛的童年 第二阶段是在路德学校的学习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在桑菲尔德庄园 担任家庭教师并爱上罗切斯特的时期 第四个阶段是在沼泽山庄 与牧师的表兄圣约翰·李福斯一起的时期 第五个阶段是他找到了分丁庄园 与罗切斯特重聚的时期 简爱出生于一个熊鬼女家 父母在简小时候就死于颁枕伤寒 小简从此寄养在舅舅家中 舅父李德先生是这家唯一善待他的亲人 在他去世后 简爱遭到舅母和表兄妹们的歧视和虐待 简不堪忍受 与他们发生冲突 被关进一间红屋子里 小简在半夜看到舅舅幽灵般的身影 他受到了惊吓 昏了过去 后来他得到一位善良的药剂师 劳埃德先生的照顾 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处境 劳埃德先生将李德太太建议从简去上学 李德太太巴不得摆脱简爱 很快就把她送进一家慈善机构 由布洛克赫特先生负责总管的洛伍德学校 简很快发现 在洛伍德的生活一样简单 这里在教会严克 生活艰苦 院长布洛克赫特 是个冷酷的微君子 简在这里再次受到精神 和肉体人的悲惨 在这里 他与善良虔诚的女孩海伦成为朋友 还得到善良公正的学间 贪布尔小姐的帮助 他尊重学生的尊严 帮助解除了布洛克赫特先生 对简的虚假指控 班诊伤寒流行时 许多学生生病去世 他的好朋友海伦也因患肺结核离开人世 学生的糟糕状况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愤怒 在深入调查后 情况得以改善 几位捐助者发现 布洛克赫特先生虐待学生 便成立了一个更自有同情心的关注委员会 大大改善了学校的条件 简在新环境中 接受了六年教育 并留下来任教了两天 后来 参贝尔小姐结婚 离开来路 简也觉得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 决定离开这里去追求新的生活 他在报纸上刊登应聘做家庭教师的广告 不久就接到管家 菲尔法克斯太太的邀请 到桑菲尔德庄园担任法国小姐 阿戴尔瓦伦斯的家庭教师 出道桑菲尔德的一天傍晚 简在外出的时候 与一位骑马经过的男子相遇 马受惊 将男子摔在地上 简帮助了这位男子 对到桑菲尔德 他就是此人编身庄严的鼓务 罗切斯特 尽管罗切斯特表现得古怪又傲慢 实则正直热忱 他很尊重和欣赏 聪明过人 又樸素直率的简 简也组建被罗切斯特所吸引 两人互相欣赏 心灵也慢慢靠近 暗生情愫 桑菲尔德庄园常常发生奇怪的事情 简有时听到诡异的叫声 一天晚上 罗切斯特的卧室神秘蛇火 简发现后奋力泼水救火 唤醒并搭救了沉睡的罗切斯特 第二天 罗切斯特不告而别 几天后带回一大群人 前来庄园聚会 其中包括美丽动人 却高傲势力的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 简期间接到李德太太中风的消息 便返回盖斯黑德佛 并在那里待了一个月 照顾时日不得多的旧母 李德太太临终前良心发现 让简 忏悔自己过去的冷空性 并交给她 叔叔约翰爱先生的一封信 信中艾先生 把简立为自己的继承人 邀请她一起去处 李德夫人承认自己 曾欺骗艾先生说 简已因病患伤寒死于洛伍德 李德太太去之后 简重返桑菲尔德 回到桑菲尔德后 简听到罗切斯特 即将于布兰奇结婚的传闻 然而这并非事实 罗切斯特爱的是简 在中下的一个傍晚 罗切斯特试探简的感情 却然后他向简求婚 两人互足心意 并开始筹办婚礼 然而就在他们马上 要成婚的时候 婚礼现场出现了 这位不度之客 只控罗切斯特犯了重婚罪 他现在的妻子叫伯萨梅森 这位不度之客 是伯萨梅森的弟弟 黎查德 罗切斯特承认了这个事实 然后将众人带到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 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伯萨梅森 还有照顾他的女仆 格雷斯托尔 罗切斯特讲述了自己被骗婚的过去 父亲因贪图财富 让他与比亚买家的伯萨森 婚后他才发现 他有先天性增添 因此才将他安置在阁楼上 由普尔专门照顾 过去那些奇怪的校生 和神秘的事故事件 都与他有关 罗切斯特请求简 和自己一起离开桑菲尔德 去法国生活 然而简虽然深爱罗切斯特 却更忠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 拒绝成为他的情妇 离明时 他独自悄悄离开了桑菲尔德 在离开途中 简不小心将自己的一点积蓄 遗忘在了马车上 下车后他身无分稳 不得不忍急挨饿 昏倒在一家门前 被房子的主人搭秀 这里住着玛丽 戴安娜和他们的哥哥 神志人员圣约翰 李福斯 他们收留他 一起在沼泽山庄居住 圣约翰还为简 在父亲的学校 谋到一个教职 后来 偶然的机会 圣约翰得知了简的真实身份 告诉他 他叔叔约翰爱先生 已经去世 给他留下了 两万英镑的全部财产 将当于现在的 一百七十万美元 圣约翰兄妹 原来是简的堂兄妹 有了家人的简 喜出望外 坚持与他们 平分了这笔遗产 圣约翰计划 以传教师的身份 前往印度 并请求简 与他结婚 以妻子的身份 陪伴他同去 他的求婚 并非出于爱 而出于 自己的职责的需要 简对圣约翰 也没有爱 但被他 潜称的决心动摇 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刻 忽然听到 罗杰斯特呼唤他的声音 于是立即动身 归到桑菲尔德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得知 罗杰众伯后 跳楼自杀 罗杰斯特在迎对他时 一只手制裁 双目失灭 简然在森林里 一栋叫 森丁庄园的老房子里 找到了罗杰斯特 两人结为夫妻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两年后 罗杰斯特 闭着眼睛视力 逐渐恢复 重新 见到光面 简单故事 到此 画上句号 是一个 还算比较 圆满的结局 我们本节课 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